毛部長還有我們交通部各單位主管 還有本會的各位委員 首先要請主席請毛部長 請毛部長 部長好 首先我要請教部長 現在我們日夜潭 就是我們交通部官網局在管理 現在有一百多隻的船在日夜潭行使使用 我們非常關心的就是 日夜潭有一百多條船在代印遊客 目前就是沒有一個消防船 沒有消防船 我們南投縣政府消防機 他也是有意要來乘購這個消防船 但是就愛以沒有兼費 那麼是不是我們觀光局可以來協助 這個部份是不是請部長能夠來承諾一下 我想這個 因為消防這個事項 基本上是屬於地方政府的事務 那這個如果真要編這一方面的預算 其實是應該是另有管道了 另有他們消防的管道了 那當然就是說 基於日夜潭本身 這個湖內的消防方面的這種需求 那麼現在的安排就是說 是在這個 一般的船舶裡面 那麼我們給他做適當的編組 然後在我們的這個巡邏艇方面 我們也會加強這個消防設施的這個裝置 所以大概是走這條路 因為這種這個事情 如果真的要正辦來講的話 應該還是透過消防系統來辦 因為這將來還有養護費用 還有其他替代更新的費用在內 這個大概就不是我們觀光預算 可以支持 所以這也可能要請委員諒解 不過我是想說 因為目前整個日夜潭 這個遊客相當的多 那麼尤其那個船 每天在那邊行使 萬一發生火災的話 沒有一個下王船來誰住的話 那麼以後要追究主人 誰要負責 對啦 所以我就講 像這個事情就是說 各有權責系統 因為像這個日夜團的封其管理處 他們大概也不能說無限擴張 他的這個權責範圍 現在有點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 很多的項目 他已經是超過他的權責 在擔負他的這個很多的成本 已經有這個情形發生了 我是想說如果 因為這個案子 為了遊客的安全 那麼日夜潭和管车 還有我們縣政府消防署 消防局 大家都應該來 共同擔負這個責任 所以這個經費的問題 是不是 看哪一個單位能夠協助 就來協助幫忙 能夠購買一個消防船 來預防萬一有 什麼火災發生的話 我們才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的話 將來火災一發生 那麼又要追究責任 誰要負這個責任 所以這個 我們會 我們會協助縣府的消防局 報計畫 請消防署來補助 如果真的需要建一條專用船的話 對啊 就是拜託 我們家當部能夠來協助一下 是 另外 剛才在討論 ETC的問題 那麼大概102年 就要來 前面來繼承收費 那麼上個會期 我也提出來 目前 我們的繼承收費 免費收費的路程 我們家當部有沒有 訂一個一個 大概20公里的 還是30公里 可以不計算收費的 這個方案有沒有提出來一個 這一個決定 我想跟委員這樣報告 這一部分目前 我們還在做進一步的細算 我們大概在這個 費率的這個 這個計算上 現在精確的還沒有再算出來 基本上大概會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我們不會因為 這個這一次收費 甚至於包括有幾條 這個過去不收費的這個 橫向的 雙數的這些國道 加入收費 因此提高我們整個的 國道基金的總收入 我們不會 我們是讓這個總收入 還是維持在過去的這個水準 這是第一個 我們我們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前提 那第二個前提 我們在整個的設計上 可能是 也要顧慮到一點 就是最長途的 走長途 像國道一號 三號是最長途的 最長途的這些 這些旅客 那麼他們的這個負擔 不能夠比以前增加了 這兩個是我們最主要的前提 然後在這兩個前提之下 我們會考量到 我們這個目前高速公路的使用習慣 就是委員剛剛提到的這些 這些這些現象了 我們來設計 我們的這個 這個費率好不好 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還在計算 等到我們計算好 我們再來報告 我是想認為 現在如果你一上高速公路 就要收費 這樣的話可能 我們會考慮這個過去的這個習慣 好不好 我們會考量 從台中 從台中到南投來 這一段的話 現在都不用收費 是是是 那你現在一上去又要收費的話 我想 我們會考量這個使用習慣 最少也應該在二十公里裡面 不用收費嘛 不用納入收費的成本嘛 你跑到二十公里之後 究竟是什麼樣的距離 或是怎麼樣才合適 我們會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平衡點 好不好 就是二十公里範圍裡面 我們就不收費嘛 超出二十公里 我想現在 是不是啊 我想這個 究竟多少里程 才可以有個平衡 就剛剛前面講的那個 那兩個前提之下 只有一個平衡點 我們這個是目前 我要求他們在細算的地方 好不好 還有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田中高鐵站 目前已經 大概要一百零四年完成 那麼我 上會期我在一直 向我們鐵路局來爭取說 是不是能夠從田 從那個田中站 要沿線到那個田中高鐵站 這條規劃 我們是不是鐵路局有沒有在做 是不是請 請那個鐵路局來答悟一下 我跟林彥委員報告 有關這個高鐵田中站設站以後 跟台鐵設站的關係 我們是有初步委託一家顧問公司 做一個技術可欣性研究 就兩個方案 一個是從 我們的台鐵田中站 接到未來的高鐵田中站 另外一個是從 我們的社頭站 接到這個田中站 那技術上的可行性呢 是認為沒有問題的 用地都經過農地 這部分 將在用地徵收部分可能也不大 現在就是 後續的話 我們要進入正式的這個 包括技術 技術的可行性 財務可行性 還有經濟可行性等研究 就需要選這個行政程序 要報到部裡面去 照這個 經濟計劃的這個程序來辦理 目前的進度是 技術可行性 是初步認為是可行 是哪一個方案比較可行 是從田中站到田中高鐵站 還是從社頭 社頭站到田中高鐵站 哪一個方案比較可行 田中到田中 這個案比較可行 社頭這個要稍微做一個改先 是這樣 那如果說 那如果說 田中到田中高鐵站可行的話 這個方案已經規劃好的 我想是不是有 有時間 安排我們鐵路局 到我們南投縣 水里 集集還有民間 來做個說明會 讓我們鄉親了解 以後我們 這個南投縣 走水溪縣的話 要搭高鐵 就是搭到田中 然後就可以直接 就到田中高鐵站上高鐵 是不是 是不是有機會 來做個說明 可以可以 我們這個 前向部裡面報告完以後 我們配合委員時間 好 好 那這個已經有規劃了 好 那麼接著 我要再請教部長 那麼從水里 水里 那個抽成到日月潭的向山 這個攬車計畫 目前規劃有沒有什麼困難 有沒有困難 有沒有困難 應該沒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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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 車程到向山這一段 報酬率應該是有把握的 所以基本上 現在問題是 我們風管處跟台電公司 有沒有達成一個公式 那部分基本上 我都已經了解 都已經有協議了 對 應該都有協議了 他們 他們董事費完成程序 就OK了 好 那有沒有完成程序 應該在進行中 進行中 對 我認為應該問題不大 那麼現在 這個向山到抽成這個攬車 將來是BOT 要開放 由民間來投資 就是民間投資 那應該都沒有問題 對 基本上他有商機了 另外 另外 我這邊要建議 是不是請我們熱衛坦風管處 將來對水里火車站 水里火車站 這個基地好大 是不是將來能夠 請我們熱衛坦風管處 是不是能夠來領店 開發計畫 讓這個三層 三層的風光 能夠 能夠再 再 再現 是不是 請我們風管處 能不能夠來這樣做 水里火車站 這我們來研究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研究一下看看 就是他跟 跟這個 跟台鐵之間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介面問題 我們來研究一下 我想是不是能夠跟台鐵 共同來 把整個水里火車站 做一個開發計畫 讓將來 向山的 向山跟抽成的攬車 如果將來 104人 開始營運之後 水里火車站 也要一個 一個新的計畫 有沒有 一個開發新的 一個開發計畫來 讓水里火車站 也能夠 風華再現 因為過去30年前 水里火車 水里鄉 是一個 小台北市 那麼現在 已經 差太多了 它是不是能夠藉由 我們這個 纜車 還有 結合我們 水里火車站 能夠再 邁向一個 新的 觀光紀元 那是不是 應該 這個 是不是 由我們 風管處來做 來規劃 還有包括我們 台鐵共同來促進 這個計畫 是不是 部長能夠應營 是不是請 風管處來做規劃 水里有沒有在風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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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想這個 水里目前是沒有在我們風管處範圍 不過我想我們 我會要求他們兩局 這個配合起來 好不好 針對這一部分的一些潛力 怎麼樣把它發揮出來 對對對 還有另外 另外就是上次我也在 也帶部長到新一鄉 草坪頭看 那麼新一鄉草坪頭那邊 口語也可以 規劃一條纜車到阿里山 部長看了之後 也認為這個口型 那麼我想這個工作 是不是要怎麼來推動比較好 我的建議 因為纜車案 基本上這個 在中央的分工 預算 規劃的預算 是由工程會 他們 他們那邊有預算 所以我會建議 像這一部分 就可行性部分 可能是要縣政府 跟那個工程會 去申請預算來補助 做可行性規劃 那可行性規劃 當然就要看它規劃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商機 那是重點 投資能不能有回收 如果投資可以 可以有一定的報酬率 那這個案子就可以推動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以上是寫 好 謝謝明明中委員 那我們現在休息 好